来宾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处理平安 感谢主教会刚刚过了两天一夜的家庭生活营 为了是帮助弟兄姊妹的家庭 从老到少 一种美好的幸福生命 因为有神的爱 感谢主我们过去好几次 透过网络的沟通跟交流分享 所以知道美国演动广播电台 有这样特别的家庭事工 因此他们不单在美国 在世界各处 为了建立教会的家庭 基督徒的家庭 因此就设立好多这些课程 来帮助教会 也帮助非基督徒 感谢主看见 这样的工作展开之后 各处都有很多的响应 很好的回应 并且开始去推展 这样的事工 我们感谢主 本堂的同利的姊妹 就因此第一步踏出来 跟林真儿博士沟通分享 因此就启动了这个课程 教导我们 去年整年的上课 都没有办法 从美国来到这里 在最上上课 有好多弟兄者们 因此得到建立信仰 感谢主 为何要推动这家庭事工 今天这21世纪 的家庭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支离破碎的家庭 一个崩溃的社会 道德失去了基础 伦理失去了方向 因此不知道何去何从 连男女都不能够分辨 UNISET 到底是男是女 也不分男女 就困扎 一种非常 私以难忘 私以难以想象 这个 不道德的社会 很难以接受 但无论怎么样 事实就在我们面前 感谢主 让教会能够将来 有更美好的推动 使我们从青少年开始 到青年人组织家庭 到有的家庭 到有婆媳 到他营法的年代 都可以被教导 如何让神的道 来建立我们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 在不久以后 教会就推动 这全套的 全人关怀事工 所以这个是家庭事工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有 林真的传到博士 在我们当中 来传讲信息 过后有好几十位 用这每第一批 他们 接约了 我们会分发 给他们的证书 鼓励 他们有第二批 第三批 生信 教会 来年的发展 建立有更多 好的家庭 荣耀族的家庭 以致 让每一个家庭 都可以为主 发光 做见证 今天 这难得的机会 我们就恭请 林真儿博士 他到底是谁 好多人都已经听过他 他是美国眼东广播电台的 主要的负责人 感谢主 我们就听他 传讲神的话 请 恭请 弟兄姐妹们早安 非常地荣幸 非常地开心 经过一年 眨眼之间 又回到了大家的当中 去年在这里 主日宣讲信息的是我先生 然后我和三个孩子 坐在下面 我们全体并成一片 那今年呢 又有机会再回来的时候 真的也是深深地感受到 弟兄姐妹给我们的爱 因为过去两天呢 我们在营会里面 我已经和很多 参与在家庭施工的 弟兄姐妹分享了 我们家在过去这两个月 经历了做客旅和寄居的 搬迁 然后四处的分享神的话语 去到这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每到一站呢 因为我们自己 现在目前没有家 就是我们的家里的东西 在storage 在储藏室里面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 教会就是我们的家 更深刻地体会到了 神呼召我们在地上 真的是要过客旅 客旅和寄居的生活 今天也再次感谢教会 和姐妹同感一领 选了主做我意象 成为我意象的 这个主如崇拜的一首诗歌 那这首诗歌呢 也是我跟我先生 我们两个立志 一生的追求 并且希望我们未来 在我们的安息礼拜上面 可以唱这首诗歌 所以谢谢教会 兄姐妹以这首诗歌 又再次来牧养我 来安慰我 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天阿爸父神 我们愿你自己的灵 随意地在此运行 亲自地围绕桌子分粮食 让无论听的讲的 都在你那里 灵受你从天而降的玛纳 愿这里不见一人 只见基督 祷告感谢奉我救主 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来看诗篇第46篇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 其实也是我昨天晚上 半夜三点不能睡觉的时候 我发给很多的弟兄姐妹 来鼓励安慰他们的话 为什么呢 待会我就会来解释 首先刚刚我为什么说 这首《成为我异象》 是神给我和我先生的一个 生命的一个激励 我们奉之为我们生命的诗歌 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个字 就是be thou my vision vision就是异象 也就是我的看见 从天而降的一个 让我鼠灵的眼睛打开 可以看见 可以定睛 可以注目的一个专注点 在18世纪呢 在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 叫做William Blake 那他呢也是一个很敬虔的 一名信徒 他在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呢 这个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他说 You become what you behold 中文翻译呢就是 你成为你所关注的 你眼睛里面所关注 所看到 所看中的 所全心 注意力 集中的这个对象 你慢慢地就会 受到你所关注的 这个对象的影响 所以他才会说 很多的时候 艺术作品可以深深地 影响到震撼人的心 那今天我想要带给大家的 你们来看 要大家专注什么呢 我想其实 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人 很少有弟兄姐妹是 天生来就盲眼的 那通常呢我们都习惯于 以我们自己的双眼 来去衡量 我们所看到的东西 是真是假 但是我今天要来挑战大家 就是平常你 现在看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平常大家看的最多的是什么 没错 手机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是下一代人的问题 是Gen Z的问题 是这个Z世代的人的问题 但我今天特别选了一些 老人家在茶餐厅 早上饮茶的时候 安静地 个人都在盯着手机 然后他们谈话 都可能在手机上面谈 这是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想到的 因为通常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需要沟通互动和交流的 右边这张图片 我觉得很搞笑 就是下雨了 你看 他给他的手机打着伞 他自己可以淋着雨 然后上面的话 他说 那个对这个手机上影的 这个深度和高度啊 它很像是我们 在经文里面说过说 这个基督对我们的爱 是何等长阔高深 我们现在对手机的爱 差不多也可以用 长阔高深来形容了 由于我们的眼目 常常被这个世界 所带给我们的各种 各样的东西吸引 让我们呢 不知不觉就关注 就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上面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分辨不清楚 到底到达我们眼前的 什么才是真的 什么才是假的 而每一个青少年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他足不出户 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还有什么觉得 自己的这个生活 重担压力大的 我常说因为小小的一片荧幕 可能就把这个世界 上所有的事情 可以瞬间带到我们的卧室 带到我们的眼前 我们在过去的两个多礼拜 我们全家是属于 我们的家庭短宣 我们从就是搬家 从加州搬到了德州之后呢 我们第二天就出发到了纽约 全家带领一个教会的退休会 然后我们从纽约 一个一周回来之后呢 我们又回到达拉斯 第二天又飞到了亚洲 把三个孩子放在台湾 他们在做短宣 我跟我先生又到了香港 那在这个一直在辗转的途中呢 我们就一直收到很多很多 不好的信息 首先呢就是上周 我们的前总统遇刺 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各种各样的信息 刷屏铺天而来 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说 现代的这个科技 现代的这个 方便和快捷 已经没有了地域的限制 无远伏界 我们可以把它成为一件好事 就好比去年一整年 我虽然人在美国 但是仍然可以透过科技 和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 每个月的相聚 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 一起长进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 很多人被这些新的科技 所渐渐地捆绑 失去了我们对好的 真的美的 神的心意的事情的关注 你看这是昨天 我们在营会里面 前天啊 在营会里面 我刚刚要走进会堂的时候 拍到的晚下 美不美 非常的美 然后我就进去炫耀 我拿着我手机给弟兄姐妹 你们看你们看 然后结果有人出去说 没有了 瞬间 很多的时候 生命当中的 很多的美好的景色 是瞬间的 但是我昨天呢 一大早就收到的另外 我的手机上 另外被刷屏的信息 就是我们在 达拉斯的教会 非常著名的一间 第一进信会的教堂 旧址 一个150年的旧址 非常美的旧址 着火了 当时呢 因为我很快 我们就要开始聚会 所以我并没有 并不知道 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但是到今天早 昨天晚上半夜 三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收到了很多的消息 新的图片 那整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教堂的 整个房顶 全部塌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旧址 150年的旧址 是完全的 这个被火 焚烧摧毁了 在两周之前 我们离开美国之前 我们全家 还在那个堂址 去敬拜 因为我们很久 我们离开了 快四年的时间 我们回去 探望我们的弟兄姐妹 然后还跟他们 在里面一起敬拜神 所以当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和我的弟兄姐妹一起难过 想到这个教堂下面 Basement有一个 这么好的 这么整全的一个图书馆 和博物馆 这个教会 还有整个甚至是 达拉斯这个城市的一个历史 都在那个下面 被一把火 复制这个烟尘 当这些信息来的时候 它就好像是一个 非常阴沉的一个阴霾 就从一个 你可能本来心里面 没有任何的这个担忧啊 挂虑啊 然后你就看着 那个山雨欲来 风满楼的那个压力 那个乌云就来了 我昨天晚上三点多钟的时候 我真的无法休息 我突然意识到 我今天要讲诗篇46篇 我就把这个经文打开 一直不停地放送这个诗篇 以至于我自己的心 可以安静下来 这张照片是我上周 在香港的海洋公园 跟我先生庆祝我们20周年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 小小地约了个会 我们在坐缆车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山雨 就看着从海那边升起 就比我们缆车的速度还快 朝着我们的头顶就扑来 那这张照片呢 是我前天到了 我们亲爱的这个杨夕姐妹 他们的家 他们两位 跟志强大哥他们两位 给我非常五星级的招待 我住在他们的房子里面 早上六七点钟的时候 本来有非常美的早霞 忽然之间也是黑云滚滚的 就压了 你们前天早上有大雨 你们知道的 就是那一场雨 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场景拍下来 因为它非常非常像 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末世的生活 你好像开心的事情 开心的瞬间过不了几分钟 忽然之间就会有什么事情 临到从你的手机的平面 跳跃出来 打乱你的内心 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姐妹 晚上有睡眠的困难 你看这个女人 她的左边的闹钟是凌晨三点 但是她就已经忧虑重重了 我不知道她在脑子里面想什么 可能是想丈夫 这个儿女 可能是想父母 可能是想事业 或者是想任何让她 忧愁 烦闷 抑郁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想问弟兄姐妹 一句话 你还好吗 今天你好吗 你心里面有恐惧吗 有什么事情压在你的肩头 让你喘不过气来吗 你感觉压力山大吗 你感觉到非常的 这个depressed 很抑郁吗 或者你心里面觉得非常的焦虑 甚至感觉到恐惧寸步难行呢 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 时常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是不是 请问你经历过以上 刚跟我讲的这些情绪的 这些情绪的举手给我看一看 应该所有人 从大到小 我们这一次在香港带领神学院的退休会 我们就听到了 在中国内地的一些 小学生里面 很卷的一些学习情况 那就有一些同学分享说 哇 我们的孩子里面 连秃头的都有 小朋友秃头的 白发的 掉发的 然后抑郁症的 这一个晚上不能睡眠的这种情况 属于老人家的情况呢 都在小朋友 就是小学生里面的 这个群体里面 正在开展 哇 所以对信徒来讲 真的是非常困难 我们如何活在这个 充满压力 充满困惑 充满挑战 甚至看不到前路的 一个末世的时代呢 今天让我们 借着神的话语 诗篇46篇 来提醒我们 回到他的面前 来看他自己的作为 我们一起把诗篇46篇 来读一遍 来我们一起起立 送读神的话语 请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虽改变 山虽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 虽风轰翻腾 山虽因海战 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使神的城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 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搬帮助这城 外邦宣扰 列国动摇 神发声 地便融化 万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使地 怎样荒凉 他只吸刀兵 直到地极 他折弓 断枪 把战车 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 被尊宠 在遍地上 也被尊宠 万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好 大家请坐 这一段经文 非常的宝贵 我们大家都 非常熟悉的 就是四十六篇的 第十节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自己也把他 刻在我自己的戒指上面 提醒 提醒我们 我不是神 他才是 所以我们需要安静 在他的面前 但是我下面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诗篇所写的 这个历史的背景 其实是真实的 一个历史的背景 那这个历史背景呢 是记载在以赛亚书 第三十六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我欢迎你把你的圣经打开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真实的历史的故事 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篇呢 就跟我们分享了 西西家王 十四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西西家王 他自己本身 也非常非常年轻 那这个时候呢 亚树王 当时这个亚树大国兴起 他们就开始攻打 犹大一切的坚固城 所有的坚固城 当然也包括耶路撒冷 而且耶路撒冷呢 可以说是最后一个 还没有被攻破的坚固城 那这个时候呢 西利 这个亚树王西拿基利 就差遣了他的一个使者 叫做拉伯沙基 这个拉伯沙基很特别 他是一个使官 他通讲许多国的言语 包括犹太人的言语 包括犹大话 所以他到了西西家王那里的时候呢 他就在这个上池的水沟旁边 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众人喜欢寄举的地方 在那里打水 在那里谈论国事 谈论家事 八卦 这是一个大家寄举的地方 然后他在那里呢 就开始去宣告 这个拉伯沙基 他是亚树王 拆去那里动摇军心 和动摇民心的人 他在那里宣告什么呢 他就对这些人说 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王 亚树大王如此说 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赖的呢 你看如果你倚靠 这个埃及人 倚靠埃及的所有的这些城池 都已经败在了我们亚树大王的手下 他说的是实话 这一点他一点都没有夸张 所有那些渴望从埃及那里 得到帮助的大城 都被亚树大王给毁了 一座一座的城池拿下不费吹灰之力 那对于西西家王所带领的 那小小的一个 这个犹大国来讲 他们哪有能力去抵抗啊 亚树大军是神兴起来 要管教他的百姓的 所以当时你看 这个拉伯沙基就讲那句话 他说你说 犹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我看不过是虚化 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 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 是那压伤的伪杖 人若靠着杖 必刺透他的手 埃及王法老 向一切倚靠他的人 也是这样 好埃及你靠人 你是靠不住的 你别想再靠了 他告诉他 接下来他说了一个更严重的话 他说你如果说 你倚靠的是耶和华 我们的神 那么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 现在我劝你啊 就是来拜我的亚树王吧 别拜你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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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犹大王了 也别拜你的万君之耶和华了 你倚靠 这个埃及的战车马兵 是毫无用处 那你倚靠神呢 照样是毫无用处 而且下面 他居然假传圣旨 讲了一句话 非常非常的羞辱神 而且也是 轻蔑西西家和他 所敬拜的神 他在十二节这么说 拉伯沙基说 我主差遣我来 岂是单对你和你主说这些话吗 不也是对着这些坐在城上 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 喝自己尿的人说吗 你看他对整个神的子民 是毫无尊重 他把他们践踏在自己的脚下 他看他们如同粪土 因此在他的狂妄的言语当中 他已经注定了这个犹大的失败 他已经觉得西西家 你最好是投降 你最好是打开城门 欢迎我们进来 免得我们要动一兵一卒 让你更加的难堪 所以他在他的言语当中 无所不尽其极的 去羞辱西西家和他的百姓 而且他对百姓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们啊 千万不要听你们的王欺哄你们 他说不要听西西家 使你们依靠耶和华 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 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你们不要听西西家王的话 因亚述王如此说 不要听你的王 要听我的王 因为你们的王真的是 不足为道 然后在我的王的眼中 就如同灰尘一样的渺小 所以你们要听我的王说的话 因为亚述王如此说 如果你们投降我 与我和好的话呢 出来投靠我呢 你们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树 然后呢和无花果树的果子 而且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 我答应你们 你们投降我的话呢 你们就有好日子过 就有好果子吃 你们如果跟着你们的西西家王 那你们就一定会 败在亚述王的手下 而且就会灰飞烟灭 然后呢你们就会丧命 他是用一种威逼和利诱 真的叫做无所不尽其极 先是恐吓 羞辱 践踏 然后呢又用利诱 让百姓可以相信他说的话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我们看如果你看21节 百姓静默不言 在21节说 百姓静默不言 并不回答一句 因为西西家王曾经吩咐他们说 不要回答他 不要跟这个撒旦的谎言 不要跟这个来蛊惑你们的人 有任何的交流 不要让他的话夺去你们的专注力 和你们心里的平安 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交集 所以就静默不言 然后西西家王这个听到了之后呢 就在他回答这个拉伯沙基这句话 拉伯沙基说 你看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 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这个是一个反问句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想了 耶和华绝对不会替你们做这件事情 然后听到这里 西西家王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把这个亚述王的战书 带到了圣殿当中 一夜一夜一夜地摊在圣殿的前面 就跪在那里 向他的所敬拜的万王之王去祷告 他也很像一个孩子 在外面被人欺负了 然后他一句话都不说 他回家跟他老爸说 他就把那一个挑战的 这些不屑的 这个轻蔑的 然后诋毁神的话语 把他摆在了神的面前 然后他跟神这么做了一个祷告 他说坐在二基路伯上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你是天下万国的神 你曾创造天地 耶和华求你侧耳听 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 要听西拿基利打伐使者 来辱骂永生神的话 耶和华我们的神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使天下万国都知道 唯独你耶和华是神 西西家王很会祷告 他没有说天父啊有人欺负我 他跟我说我要跟那些吃粪喝尿的人在一起 他践踏我 你要替我做主 他没有 他说什么 有人欺负你啊 有人辱骂你的名 有人现在是诋毁你 而你如果帮助我的话 你如果今天不出身的话 那你正好就是这个 让这些人羞辱你的名 如果你现在就我脱离了亚述王的手 就让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神 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 并且在这个时候 他这么说完 他这么祷告完 神就立刻安慰他 安慰他告诉他说什么 下面这句话 我要请大家看 他说以色列人啊 我赐你们一个证据 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 明年要吃自长的 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 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 犹大家所逃脱圣余的 人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 凡有必有圣余的名 从耶路撒冷而出 必有逃脱的人从西安山而出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而且神呢 在这个时候就让 这个西西家王什么都没做 他就做了这个祷告 他的国民呢也没去吵架 也没去辩道 也没有去护教 什么都没做 全城安安静静从王到明 只记载了西西家王 在圣殿里面跟神的这个呼求 紧接着呢 就是他们叫做躺赢啊 他们睡了一夜 什么都没做 安静地睡在神的应许当中 看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就是 以赛亚书36章 这个等到 到最后我们看到 耶和华的使者 在夜间出去 在亚树营中杀了 十八万五千人 以色列人 这个神的选民 一兵一卒 一枪一刀都没有动 他们一滴汗水也没有流 什么都没有做 早上起来 赢了 早上起来 敌军不单单是逃了 死了 全部都倒在了 神的使者的刀下 这是在以赛亚书所记录的 一个真实的 神亲自为他的百姓出战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知道 从旧约到新约 多了去了 对吧 那真正为我们征战的 就是主基督耶稣来 他已经得胜了 他已经胜过了撒旦的权势 死亡的毒钩 他胜过了所有 本来应该加在我们身上的刑罚 他现在是坐着为王 胜了又胜了得胜的君王 但是为什么 我们在这样的一位 王的掌权底下 我们仍然会经历 许许多多我们心灵里面的 恐惧幽暗 大军压境 前无出路 后有追兵 这样的一种 这个情景 和心里面的难处呢 所以我们看到 诗篇四十六篇 就是描述了 在这样的光景当中 神的百姓 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诗篇四十六篇里面 讲到的三个动词 第一来看 第二休息 第三要知道 这三个动词呢 是没有哪一个 是一次性完成的 这三个动词是持续不断的 我们这信仰的道路 这一生的过程 要持续不断地去做的 每一天早晨睁开眼睛 我们都要学会 别看手机 看神的话语 别看这个世界的 大军压境 黑云滚滚 要看神的不变的应许 这是我们要天天学着来选择 你可以选择啊 闹钟一响 拿过手机来 按闹钟铃的同时 就点开了你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信息了 第二我们要休息 这个休息不是睡觉 原文的意思是 be still 就是安静 就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 你知道基督与你同传 你就十分的安静 不恐惧 不战惊 不摇摆 第三个动词要知道 这是持续不断的 一个knowing 一个认识上帝的过程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动词 你们要来看 经文呢就是告诉说 在一切的痛苦和患难当中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然后里面提出了第一个邀请 你们来看 看什么呢 看耶和华的作为 请问弟兄姐妹 我们耶和华神是旧约的神 还是今天仍然是你我的神 请问大家可以回答 他今天还是那位永活的真神吗 他有改变吗 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会变吗 他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所以我们看他的作为 就是看他一贯的作为 对不对 如果你不认识 不读经 不祷告 不认识神 一贯的作为 你怎么知道说 哦 主啊 你曾经带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出埃及地 然后你为摩西打开了红海 你是曾经这位打开红海的神 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能力 帮我打开我面前的红海 请问他有能力吗 请问摩西的神是你的神吗 请问以利亚的神是你的神吗 请问这一位拯救西西家的神是你的神吗 那为何我们无法去相信 无法活出这一个 哇 我坦然无惧 赤路敞开 因为我的神自古到今到永远都不改变 请问你看得到什么 我讲了这个手机里面 或者是你看股票 或者你看什么 这个世界随时都会让你的心跳加速 或者是头晕目悬 很多人的心情就跟股票的涨幅一样的 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的 或者跟你自己的银行的账户里面的数据 起起落落的 我们每一天都被我们的眼睛所捆绑 所欺骗 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见证 这是我们家大概十年前 我们在一次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场暴风雪 当时已经是美国的五月了 那我们在国家公园带着孩子 还有我的这个父母亲我们祖孙三代 在车上 结果就在一个从一个国家公园行驶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园的途中 就遇到了暴风雪 这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五月通常都不会再有暴风雪 所以如果我想可能大部分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见过暴风雪 如果你在暴风雪里面开车的话 这个雪是好像横着飘的 它不是往树 它是横着的 然后如果雪非常大的话 你如果开灯 雪就会让它反光 所以你没有办法开大灯 如果你只开眼前的这个小灯 你大概就只能看到一米的距离 所以我们的车开在那个山路上面 就以五脉的速度 就像蜗牛一样的爬行 然后我的先生就告诉我们全体 大家都不要讲话 拼命祷告 因为旁边就是万丈深渊 悬崖 所以我们通常开过很多的国家公园的路 我们就拼命祷告 那我坐在我先生的这个驾驶座 不是驾驶座 这个乘客座 我就感觉我的右脚都是麻的 因为我不由自主地要去踩刹车 虽然我不是driver 可是我就是觉得太害怕 所以我的右脚是非常非常紧张 因为在踩刹车 我的三个孩子也不说话了 他们当时还非常的小 大家都在迫切地祷告 结果呢 神很奇妙地就是拆遣了一辆大卡车 从旁边飞驰而过 其实飞驰呢 我们觉得飞驰 别人可能也是开到15麦而已 但是我们已经觉得飞驰而过 结果这个车很有趣 他就意识到我们可能是游客 因为他的车牌是当地的车牌 他就慢下来了 我们就跟着他 因为跟着他 我们就一下子就再也没有了危险的这个感觉 因为跟着一个大车 我们就顺利地在凌晨12点 本来只要开一个小时 我们开了六个多小时 然后凌晨12点开到了酒店 我们就全家三代人一起跪下来 感谢赞美主拯救我们 然后救了我们的命脱离死亡 对吧 想想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后怕 然后我们就说 哇主啊你拆遣天使 让这个车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虽然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还可以跟着就可以行走 到了第二天呢 因为这个天放晴了 哇那个雪地的风景美得不得了 我们孩子也非常的享受 这个国家公园 说神给了我们一个大礼物 五月还可以看到雪景 很不容易 后来我们学乖了 说今天不能够晚出发 我们下午三点钟就要从国家公园出发 原地返回 结果开着开着呢 我跟我的先生就哑然失笑 我们两个就彼此 非常非常的这个羞愧的 就盼着彼此就笑了 这是我们第二天开到的场景 根本没有悬崖 也没有峭壁 就是说你开出去 就是开到旁边的草地上 开十分钟可能也撞不上一棵小树的那种 那个开阔 那个一点都不危险 但是我在想 昨天晚上神听我祷告的时候 他在想什么 在想这孩子呀 明明不危险 但因为他看不到 他就有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战惊 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 体恤我们拆遣了一个大卡车在我们的前面 我就在想 哇怪不得那首诗歌说 多少痛苦白白瘦啊 皆因我们未将万事 带到耶稣坐前求 因为我们看不见 我们的人生如果透过我们眼见 我们就很容易充满各种各样的恐惧 然后又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清 所以我们就活在非常软弱的光景当中 巴克老先生也是我的神学院的教授 他在写的《认识神》这本书里面 他说对神无知 对他的作为和与他相交的方法无知 是今天大多数教会软弱的耕扭 因为我们对神无知 我们就用各种各样的思虑 堵住了我们的信心的出口 他像一个什么呢 就像一个大家知道 这个下水道水池塞住 不是一天就塞住的 他有可能你去掏它的时候 你发现哇 头发丝啊 这个小脏东西啊 各种各样污秽的东西 一点一点一点的就会把你的这个水 下面的水道给塞住 然后你就洪水泛滥了 对吧 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事情 是因为我们已经用各种各样人间的思虑 塞住了我们的信心的出口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眼睛 专注在神之上 所以我们一旦生命当中发生事情的时候 平常水滴这一点的时候 你不觉得塞住有什么了不起 水一开大 也就是说当你生命里面有什么突发的事件 突然的事情产生来挑战你的这个下水道 有没有通的时候 一下子你就发现 你就发洪水了 你flood 你的人生一下子就翻船了 因为你早就被各样的思虑塞住了 你与神之间那个沟通的信心的管道 第二个动词 要休息意味着全然的交托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哇 这一句话提醒我们弟兄姐妹 不要犯伊甸园里面那一个老错 伊甸园里面最原始的罪就是 你们啊 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 你们就像神一样的 可以分辨善恶 对吧 那我们就成为我们自己的判断观 审判观 论断观 还有法观 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标准 以我们自己的判断 像一个神一样的站在那个宝座上面 来冷眼判断这个世界 他人和我们自己 我们完全不知道说 我们只不过是他所创造的 被他赋予荣美的形象 在这个地上来代表他管理 这个地上的一个管家而已 我们不是神 只有他是 他是独一的真神 这个自有拥有的神 但是我们偏偏不想要去好好的守住自己的这个位分 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平安 一旦失去了平安 我们就无法休息了 这个休息我再说一遍 不单单是睡觉 因为中文翻译说你们要休息 原文呢就是 be still 就是形容什么呢 形容在一个大风大浪当中 主基督耶稣在船里睡觉 他的这个动作就是安静 大家觉得为什么主在船上他可以睡觉 他是神啊 对吧 可是当时他是全然的一个人的身份 因为他完全的与父契合 他完全的相信父的全能 他在睡觉的时候 他并没有运用他的这个神的这个权柄 对吧 他照样在风浪当中 他安息 然后他的门徒们就说 啊 夫子啊 你快醒吧 我们要丧命了 快点啊 救救我们吧 然后主耶稣起来 就提醒他们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我不是在与你们同传吗 然后他立刻就对着风浪说什么 住了吧 静了吧 就是这个be still 就是要休息要安静 他对着这个世界 其他的受造物这么说 马上风浪就止了 但今天亲爱的兄姐妹 如果他对我们说 住了吧 静了吧 你说不行啊 主啊 这件事情太难了 不行 你看那个 你如果不替我成就 我就没有办法住了 静了 我们明明知道要休息要安静 知道他是神 但是我们里面还是翻江倒海 洪水泛滥 我们像什么呢 我很喜欢这句话 他说 Worry is like a rocking chair It will give you something to do But it won't get you anywhere 很像你坐在摇摇椅上 这个忧虑啊 会让你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摇来摇去摇来 你觉得你好忙啊 你好着急啊 然后你一直就是停不下来 但是呢 他却让你果足不前 这个举步为奸 寸步难行 这就是忧虑所带给我们的最大的阻碍 Oswar Chambers 大家有没有读过 《洁城为主》这一本灵修书籍 我非常的喜爱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 所有的忧虑 这个担忧挂虑 都是源于我们不幸靠上帝的自我盘算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来不幸靠上帝的自我盘算 会让我们陷入到忧虑恐惧战径当中去 所以今天让我们认真的去思考 神是不是顾念我们的神 是吗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 神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神 神是不是保守我们的神 神是不是掌权的神 都是对不对 所以如果有这些知识 能不能够让他转化成你的生命呢 当你有忧虑来的时候 你说神啊 我相信你的顾念 我相信你不许可 一根头发都不落在地上 所以我要把我的这个忧虑放下 我要安静 我要知道你是神 我不是 好 这就来到第三点 要知道 每一个要知道 从脑子里的知道 到我真的生命的知道 是一生之久 是一个每天都需要做新的决定的过程 我在盈会当中跟弟兄姐妹分享了 就是我在前不久过我的49岁的生日的时候呢 我就以CS Lewis他的一个名言 作为我今年的一个提醒 他的这个名言 讲什么呢 他说信靠神 他说 Relying on God has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every day as if nothing had yet been done 他说信靠神这件事情 必须每天都要刷新 重新开始 重新出发 仿佛你从来没有信靠过神一样的 大家明白吗 也就是提醒我们说 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天信主 第一天愿意跟随主时候的那一个信心满满 那个知道说啊主啊我把我的生意交给你 然后就在这一刻我们真实的知道说他是神我们不是 如果我们把诗篇46篇浓缩一下 我们来浓缩一下你看啊 从头到尾 他是关于我们的还是关于神的一个诗歌 第一个字就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然后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宠 在遍地上也被尊宠 万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足以有改变 第一部分的主语是我们向神的呼求 我们对神的认知 中间一个部分忽然变得主语了 变成神对我们说话了 对不对 神对我们说话说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生命的互动和对话 当我们不断地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有给神说话的机会吗 哦主啊你好 今天我这就让阿门拜拜走了 没有一个人 这个在神的面前 不安静可以知道神的心意的 你每一天的读经祷告 不是跟神通知说 主啊我缺了啥 请你给我refill我的tank 请你让我的这个柴米油盐满满的 请你帮助我解决这个工作的问题 配偶的问题 家庭问题 儿女的问题 谢谢你 我通知完了 再见 你你做吧 但神说 哎等一下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话呢 pause 安静一下可以吗 听一听我的声音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要休息 把所有的重担和忧虑放下来 要知道我是神 而且呢 要再次提醒我们 这位神 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因为他是 所以我们可以全然的信靠 这张图是我们认为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世界缺了我就不会赚了 因为我们把世界都背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但是我们的这位神 他说他是自有拥有 所以他掌管万有 我非常喜爱你们今天带领的诗歌 每一个诗歌都把我们的专注度 转移到神的身上 不是我们自己的困难和问题身上 我们发现神他创造 他拯救 他充满慈爱 他信实 他全能 单单这十个 他的性情够不够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够用吗 还有什么 不是他这十个字 创造 拯救 慈爱 信实 全能 可以帮你解决的呢 如果他是自由 拥有全能的真神 那又有什么 是我们不能够放下信靠安静休息的呢 浓缩版的第二 你看 神不停的 不停的去提醒我们他的作为 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而这个同在的神 更有圣者是 他道成肉身已经 在历史上面来到我们当中 真实地把上帝这自由拥有的神 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God is with us 他是昔在 今在 永在的全能父 我再给大家另外 十个字 保守 施恩 帮助 做工 同在 请问 这另外的这十个字 能够帮助到你吗 可以吗 可以解决你生命当中 任何的问题吗 可以 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可以 回家就不能说 但是了 你回家不能说 哎呀 不过 然而 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 but 后面紧接跟着的主语是 God 然而 神 可以 不管你说 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这是约瑟讲的话 然而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今天当我们每说一个but的时候 请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变成主语 哎呀 但是我很软弱 但是 其他人对我很不好 但是这个世界很邪恶 你后面一定要跟着是 but God 然而 神 祂是掌权的 祂是同在的 祂保守 祂施恩 祂拯救 祂扶持 祂怜悯 祂在做工 祂一直都在做工 并且从来从来没有改变过 今天我们作为信徒 如果我们真的把神 时刻地放在我们的面前 我把神放在我的眼前 每天你读经的时候 主啊 我要吃大餐 我要求主你 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 就像奥古斯丁所说的 基督徒是什么 思基督之所思 爱基督之所爱 说基督之所说 做基督之所做 如果你对你所信仰的神 一无所知 你如何能够这么去做呢 今天当我们来看 然后来休息 我们来知道的时候 我们透过这三层的信息 我们再一次 我再次问弟兄姐妹 今天你好吗 你今天要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说 Shalom 平安 平安是什么呢 就是因耶和华同在 而产生的一个生命的新的状态 我整个人走出我的教会的时候 我带着神同在的这个平安 所到之处就带着平安的这个福音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彰显的是上帝掌权的这个事实 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活在这个事实当中 今天让我们都能够休息 并且深深地知道 祂是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 我们 求祢赦免我们 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 也得罪了人 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自作主张 任意妄为的光景当中 主 我们并没有真正地意识到 祢是洪水泛滥的时候 仍然坐着为王的神 祢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 都不改变的神 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仅施行了拯救 祢也持续地保守 持续地引领 直到我们见祢面的日子 主啊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的理由 在祢面前 以任何的方式来亏缺你的荣耀 偷窃你的荣耀 求主你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今天回转 进入你的安息 知道世界虽有苦难 但是你却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 是世人不能夺去的 求主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 创世成中的耶稣 求主你也帮助我们 更深地安静 休息知道你是神 我们天天地来 以认识神 并且使我们的生命翻转 使他人透过我们认识神 做我们人生唯一的目标和准则 愿你常常行在我们前面 愿意我们每一位都紧紧地跟随 符合你自己的心意 讨你自己的喜悦 祷告感谢 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